人家编导说实话真是同情他的 并不是原谅他的 并不是为了把他塑造一个杀人犯 就为他开脱的 宿命嘛 没办法 宿命是什么呢 没人会懂 那么音乐只有音乐家才懂了 作品完成了 就都懂了 因此我也就不是简单的 真的把他很冷酷无情的 就配成一个冷面杀手 不是这样 他有他的想法 他有他的冲动 他的激情 他的无奈 对当时的中国人来说 和和英良让人感情复杂 他有一个情人 情人还怀孕了 他却要和一元的女儿结婚 因为一元能资助他的事业 看起来够坏吧 但是他长相俊美 谈吐亲和 最重要的是他才华横溢 写出的作品严肃深沉 这就是宿命 他是非常非常强大的 非常强大的 就是说 人生下来 活下去要受他支配 野村方太郎去世 单波哲郎无法接受采访 现在和和英良的扮演者 加藤刚也拒绝了我们的采访 这个当年日本影视剧里的 绝对正面人物 当年也曾经拒绝了 野村方太郎的邀请 加藤刚一开始就拒绝 因为他一直是一种 非常正面的小生形象 他说我不能演坏人 于是就想办法动员他 如果换了你 你会怎么样 这么一个复杂的角色 我是非常不愿意分析这个角色 我没法原谅这样的人 因为他杀了他的大恩人 让我说这事 本身我就会难受 越是这样 能否采访到加藤刚 就越是显得重要 杀器能被风吹散 能被水抚平 就像和和英良认定的宿命 我们需要加藤刚的帮助 此时我们计算了一下 除了森田建作以外 已经没有一个演员 再可以采访了 于是只能决定放弃杀器 如果一部完美的作品 不能用最完美的形式阐述 为什么不让他就此当作记忆呢 做出这样的决定以后 我们对日方制片清水一夫说 不要再为杀器的采访努力了 但是几天后 清水面露难色 他说 有一对母女实在不忍心回绝 希望我们无论如何见上一面 哪怕只是作为一个礼节性的采访 用不用都没有关系 加藤家已经去世 他在剧中扮演和贺英良的父亲 一个麻风病患者 他的妻子对于遥远的中国 还有人记得丈夫的表演 十分感动 我们这次礼节性的采访 完全改变了先前的判断 他是把工作视为第一位的人 性格上非常激烈 个人争论的时候 不会安静地讲道理 而是表现得非常激烈 急了把电视都能举起来扔出去 他特别容易入戏 比如扮演了富翁的角色 他就会变得很大方 我们去百货商店 但一会儿说买地毯 一会儿又要买别的 好像角色让他性格都变了 他对工作非常的专注 所以连我们家的狗 都被教育的不许叫唤 小的时候印象中 他更多的是一个演员 而不是父亲 他经常把人物的性格带回家里 他扮演的角色很烦躁的时候 就会跟我们发脾气 由于入戏太深 常常分不清楚自己和角色 或者说生活里 他的性格随时都附着 当时角色的性格 所以作为孩子 我既不知道他在干什么 也不清楚父亲本来的面貌 可以说他的一生全给电影了 有时候他一天就得在 三部电影里扮演不同的角色 他为了演戏可以说是杀废不住心 根据角色 他一会儿留长发 一会儿把自己剃成铺条 他自己还准备了很多副的眼镜 各种各样的 特别是他老隐老年人 本来他的牙很好的 可是他干脆把牙拔掉 按上各种各样的假牙 有时候拔牙拔得满嘴血乎乎的 真是可怜 采访结束 我们对清水说 对不起 关于杀器的节目 我们要做下去 原住大阪浪宿区 汇比区头条一号 县住东京都涩谷区稳田 三条五号 名叫何鹤英良 请下逮捕令 何鹤英良就是杀人犯 他背负宿命 杀死了有养育之恩的三木千一 现在他的名为宿命的音乐会 即将举行 真相也即将大白 电影的主题就是生前 活下去 主人公写的主题曲叫宿命 人没办法选择出身 那么他就得背负着宿命 顽强地活下去 比如何鹤英良 经历了很多坎坷 最后成了一位成功的音乐家 获得了很高的社会地位 这些过程都伴随着别人的参与 他背负着宿命 同时又跟别人发生着各种瓜葛 就在我们决定继续杀气的采访时 加藤刚的态度突然转变了 加藤刚生性腼腆 不爱说话 很少接受采访 在朋友们的一再说服下 他准备了详细的草稿 才出现在了我们面前 当时我在电视剧里 常演正义凛然的法官 没演过坏人的角色 而这次一下子让我演一个杀人犯 当时还是有点想法的 不过电影公演以后 我发现很多观众对我的印象 首先不是一个杀人犯的印象 其中的一个原因就是 电影里没有拍他杀人的场面 还有一点就是 故意地想让人感觉到 和和英良不是一个杀人犯 我想这可能是导演的一种 特殊的安排 和和英良一个孤独的杀人犯 有一场戏 和和英良在创作宿命的最后阶段 他一边弹钢琴 一边改谱子 未婚妻就在他旁边 那是资助他的大人物的女儿 我认为和和除了音乐以外 不知道怎么跟别人交流 为了表现出他这种孤独的个性 我突然想到用一只猫 当时是早晨想到这个主意的 所以也没有时间写进去了 就是临时给导演打电话说了 然后等到我到大船摄影棚的时候 导演已经把猫给我准备好了 为了表现和和的孤独 将他设计成不是和人交流 而是和猫交流 野村导演对演员灵机一动的想法 非常重视 是一个非常人性化的 杰出的导演 这就是宿命 他是非常非常强大的 和和英良一个无法辨认的杀人犯 演一个坏人的角色 但是不要把这种坏本身演出来 我想这是一个演戏的重要原则 在电影里也是这样 现在有关本案案情 先从被害人三目千一 过去的经历盘起 好了 最后一次案情分析会开始了 和和英良的音乐会也开始了 到现在为止 杀器还是一个侦探片 松本清章的原著 也是这么一个彻头彻尾的侦探小说 我看了小说以后 跟乔本说 这个好像拍不成电影 你看哪块适合拍电影 乔本说 你看这行 这行适合拍电影 父子的流浪 不知道他们遇到了什么 不知道遇到什么就是电影 你就可以编 松本清章说超过了原作 我认为就在这 于是在电影已经进行了 一百多分钟以后 在案件似乎已经获得定论以后 根据小说里一句简单的描述 电影突然拉开了崭新的一幕 原著里面主要讲 警察推理破案的过程 只有一行讲到父子流浪 但是乔本编剧时 就在这一点发力 在音乐和日本四季的美景中 突出了父子的流浪 使电影一半是警察破案 一半基本上是在背景音乐中 父子的流浪 我想 这也是最能抓住人心的地方 音乐总监是日本著名的古典音乐家 借川野寸志 他负责管弦乐的部分 主题曲是爵士音乐家 尖野光亮写的 他读了剧本以后 在拍摄之前就写好了主旋律 一共写了五种演艺方式 选择了之后 就按照这个音乐的长度 节奏去拍电影 他们父子俩 是怎么到处流浪的 我只能做些想象 真情只有他们 宿命的乐章开始 和贺英良 原名本普秀夫 和他的麻风病父亲千代吉 被赶出了家园 冬天到春天的季节变迁 绣花之香啊 星月 初云 等等外景拍摄 是只有15名左右的工作人员 用小型摄像机拍摄 所以原本一天可以拍完的内容 就可以用三四天来精雕细刻 人员从50人 见到了14、15人 才能进行这么奢侈的拍摄 所以说野村这个人 也很有制片头脑 可怕的麻风病 让秀夫和父亲千代吉 开始最耻辱的流浪 一开始 从家乡的村子被赶出来 是典型的 用稻草边的日本三角形的房子 小说是福井县 实际是在祁福县拍的 他们冬天流浪的镜头 主要是在青森县 东北拍摄雪景 等到春天 电影里有一片很漂亮的粉色的花 那是杏树 长野有一个地方产杏 就在长野县那拍了 等到五月份 小学生们做操 儿子非常羡慕 想进学校 但是又进不了 那是在慈城县拍的 到了夏天 枝繁叶茂的时候 他们被搭救了 是在岛根拍的 跟小说里一样 等到最后 就是介绍麻风病的字幕的背景 是秋天红叶的景色 日本十月份以后才有红叶 但因为是九月份 就到了最北边的北海道 实际上红叶也没有那么红 是把树叶给染红了 四处都是寒冷 只有父亲和儿子互相温暖 他们俩最主要的就是流浪 为了表演出时间的变化 对服装道具要求很高 导演要求同事准备三次套服装 根据场次季节的变化 随时更化 有这么一个小插曲 一次拍完了去吃饭的时候 演员就穿着细腻的服装 这人当成真的是要饭 硬塞给他钱